超炫的陀螺 小朋友拉起来看一下 这是两层陀螺 这个是三层陀螺 是不是很炫酷呢 接下来我来转一下 给小朋友们看一下 二三转收 一二三转斗 再来一遍 一二三转斗 陀螺里面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底座 接下来我来教小朋友们搭建陀螺的第一层 它的这个方法是非常特殊的 我们需要用到三种不同正方形 然后两个三连杆 我们这个连接的时候是有顺序的 我们首先把正方形和钩四角连接在一起 中间插上一个空心的四角 然后把这个夹在中间的位置 这个第一层我们就完成了 因为这个特殊的零件 我们等一下要跟底座结合在一起 现在我们来装上钩连杆 像这样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把三角形 勾三角结合在一起 两个两个变成菱形 每一个旁边都勾上一个勾连杆 小朋友们看清楚陀螺的第二层和第一层的区别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到两个勾四角 然后跟刚才的方法是一样的 把勾四角两个先连接在一起 把空四角放在中间 然后旁边连上另外一个三连杆 把它这样勾上去 好 搭建第二层的时候呢 我们拿出八个勾连杆 把它的上下都进行连接 然后跟我们刚才的第一层结合在一起 好 接下来我们找四个勾四角 跟这个勾连杆连接在一起 这个第一层我们就完成了 第二层搭建完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再找出四个勾三角和四个连杆 我们先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呢 每一个边的位置都给它连上二连杆 第二层搭建完了呢 我们把第一层的拿出来 两个结合在一起 所有的三角形的旁边把二连杆固定起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中间的一层 接下去呢 我们继续把上面的部分去完成它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找四个勾三角 把它跟我们的勾连杆去进行连接 小朋友们可以像我一样 找相同的颜色放在上面 会更漂亮哦 好 接下来我们来搭最顶层 我们需要一个正方形和四个三角形 然后八根连杆 我们先把正方形旁边连上四个二连杆 接下去我们把三角形一个一个连接起来 连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小朋友要注意 转一个方向 其实它就是两个零形在中间合并起来 我们把它合起来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变成一个 这样是不是变成一个金字塔的造型呢 所以底下可以跟我们的正方形结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把它固定住 把我们的这个勾四角和我们的勾连杆结合 我们的旋转陀螺就完成了 小朋友看到我桌子上有不同的颜色吗 你买回去的产品里面 也可以像我这样搭出来哦 而且我们可以搭两层的和三层的 看你自己哦